刚才祷告都没有录到,我们只录音不录影,所以不用担心 在教会当中会有各样安置下来,然后这里 雅各在书写的时候其实并没有分段了,其实本来是没有分段 是我们现在把它加上注点标点符号,他们甚至写的时候连标点符号都没有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看分章节分段 或者说是甚至标点符号在我们经人来看的时候,我们都习惯用这种方法 现在他经过前人的努力所放过来的,但是在以前并没有 十九节这里讲,他讲说我亲爱的弟兄们,这是你们所知道的 所以这是你们所知道,这是讲的是什么 就是十七十八节这些事情,恩赐 有恩赐这样下来,可是你们呢 你们个人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我 所以他其实这里讲的就是指说我们在领受恩赐的时候 因为你知道在基督里领受恩赐的时候 但我们每一个人好像在领受到时候发觉说,我好像突然变了不一样 我突然知道了很多 那么教会里又有人在前面就是在讲台上或是在什么地方 把这些东西讲给大家听 这是很好的啊,是不是,大家都希望 我也希望能讲,你也希望能讲,很多人都希望能讲 所以呢,很多人会想要出来讲,可是雅各就却说你们要快快的听 就是我们在生命被改变的时候,我们很愿意分享我们的见证 那我们希望有人能听,那自己能够说呢 但是你要说的时候要慢慢的说,你要先听,多听,少讲 我们台湾话,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台湾来的 台湾人讲说什么,你哪哪有力没嘴 这话什么意思呢,这话说是小孩子有耳朵没有嘴巴 就在一些时候里面,你们不要乱讲话 你就多听,你们多听 不要这个,不要想的,我就是要讲话 那么最后句还要慢慢的动怒 这句话很特别啊,为什么在讲完这些事情以后 要讲说不要慢慢的动怒呢 事实上,我们在学了神的道以后 我们往往就把这个 因为你知道世界都是不好的 世界有很多问题 神的道里头有很多的美好 我们看了神的道以后,我们听了神的道以后 我们觉得那真是对的 是,那是对的 然后就觉得很多错的 事实上有很多错的 甚至有的时候觉得教会里有很多事是错的 所以就出来讲 出来发怒 出来指责 别人不好 别人不好就开始动怒 有的时候就开始指责别人 甚至有些,真的我听过人家讲到 年轻的传道人 小毛孩一个 有没有几岁 当然比我年轻了 他讲什么呢 他们就讲 哎呀,先知以利亚 先知以利亚在决战巴黎以后 巴黎的先知以后呢 居然被耶喜别皇后一句话就吓着逃跑 耶喜别说要跟他算账 给他24小时 给他一天 之后就要找他算账 这个以利亚居然逃跑了 那个人就讲得很意气洋洋 或者讲到彼得 彼得三次不认主 你看这个彼得 前面讲到这话 讲这么大 最后讲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这不是我要讲的 这是我听到有些年轻传道人就这样讲 他们就能够指责以利亚或是彼得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我们在这个情况下面 我们如果把我们放在他们那种情况下 在真实的 在有刀剑 刀兵要逼迫到你的时候 我们能不能做到像彼得那么勇敢 恐怕不见得 我常常跟人家说 我觉得我看彼得 我觉得我做不到他那样 我甚至不敢进那个大祭司的府里面去 我老是被抓了 是带刀带枪的人抓走的 你还要我去看看他怎么样 我拜托 我不要 我们胆子就是没那么 就说你知道吗 但是你知道吗 我们读圣经作为一个观众 这很容易的事情 就很容易的把这些话都讲出来 但事实上我们自己都做不到 我们常常拿圣经理的事去讲别人 但是很少拿圣经理的教导来看自己 这是真的 甚至其实在这一课里面讲雅各书的时候 我这个前不久才经历过一件事情 就是说教这个的人自己就生气了 讲一讲自己就动怒了 还好他就没有办法继续讲到十九节 没办法讲下去 因为你自己 说真的我们有的时候 我们做教导的人 我们要 其实我们要受什么 如果你等到雅各书三章的时候 你看的时候 雅各书三章一节讲什么呢 他说我的弟兄们 不要多人做师父 因为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 其实说 你要教大家都有这个欲望 想要说 可是雅各却教我们说 我们不要说 我们要多听 然后雅各又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做师父 可以 但是你知道吗 你要做师父要教别人 你要受更重的审判 你拿什么教别人 你应该要能做得到 你不要连自己都做不到 你做不到 然后去教别人 你把这个男单的单子 放到别人的肩头上 自己却连一根手指头都不肯动 所以这个就是 我跟你讲 我在开始做教导的时候 我很早就知道这一点 我是知道以后 但是我知道怎么办呢 因为如果你不出来讲的话 弟兄姐妹在这里面很迷失 很多人读圣经 我没有看到真正的 他这些 或者说 我们选择性的读圣经 我们读那些能够祝福我们的 能够帮助我们的 能够给我们讲好话的 而那些比较可 就是说比较有神 要要求我们的事情呢 我们往往就像 这里有讲 二十三节 因为听道不行道的 就好像人对了镜子 看本来的面目 我们对镜子的时候 你去照镜子的时候呢 你是 你是真的 比如我有个目的去看 我脸上痒痒的 我去看看我这里红了没有 对不对 你往往眼睛就看到这边 我明目红 然后一走开以后 然后问他说 你今天穿什么颜色衣服 我甚至忘记我在镜子里 比如说我打领带 我领带什么颜色 我刚刚我都不记得 我得再回去看一次 我才知道领带是深蓝色的 不是黑色的 因为有时候人去看的时候 往往就是这样 我们看到自己想看的 而就自己没有想看了 他就忽略掉了 所以一转身就忘了 对 你在镜子前面 人家问你说 你的领带什么 你的衣服外套什么颜色 你的衬衣什么颜色 你都打得出来 可是你可能 或者说 可是人走开以后 你刚才头发上带什么东西 带姑妈 带蝴蝶结 带什么 你都忘了 因为我们真的只是想看 我们自己想看的 所以 这一节 十九节在这里 雅各就告诉我们说 我们 我们要真的 我们要多听 少讲 甚至不要随便生气 所以 各位弟兄姐妹 我其实 我早先出来讲的时候 我就是 我深深的知道这点 我也常常反省 我有沒有喜欢 因为是自己喜欢出来讲 才讲的 还是说 神要我们讲 神要我们讲 又没有人讲 那我们就出来讲 所以 我相信我是 就是相信是 神要我们讲 因为没有人讲 所以不得不出来讲 第一节 这个十九节讲过以后 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 因为人的怒气 不能成就神的义 人的怒气 我们去指责别人 我们去严厉的要求别人 不能成就神的义 神的义 就是神的义 神的义 只有谁能为我们成全 就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用一个 很特殊的方法 他担了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可以被称为义 那除了这种方法以外 以前摩西用律法的方法 摩西用律法的方法指责 就是说要求大家 在摩西那个时代 他以为这是很简单的 摩西他有一次讲说 你知道吗 这个意思 这个很简单 这是在我们眼前 我们可以做到的 我们不用上到天上去 把它取下来 我们也不用下到深海里面去 或者说下到地狱里面去 把它拿出来 神就把这个东西赐给我们了 就在眼前 我们只要做就行了 摩西有一次讲到这个 我忘记是哪一个章节 但是他真的讲过 他说我们照着做就可以 照着做就有福了 你要不照着做就没有福了 后面就是咒诅了 他用这种方法去强迫 就是说你来遵守 遵守 用这种方法 但是真的做不到 所以如果摩西都没有办法做到 摩西手上拿着神的律法 摩西手上握的一个杖 他是有权柄 甚至还有很多先知 他们能把神的话转达出来 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都不能成就神的义 那我们为什么觉得说 如果弟兄姐妹在教会中 做得不好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 用怒气的方法 用指责的方法 来帮助他们成就神的义呢 行不行啊 有没有能够这样成就神的义啊 都没有 就是都没有 不会有人用这些方法 成就神的义 甚至我们的生气 不是说 甚至我们的生气 就会成为另外一种犯罪 我们原先的想法是好的 我们要指教我们的弟兄姐妹 是不是 我们要教他们怎么学义 我们教他圣经在这里 如果我们讲圣经 讲讲讲 咱们生气 结果不是他们 因为他们害怕我的生气 而额背 而顺服这个义 而是说我在他们面前犯罪 对不对 因为我用这种 这种方法去教他们学义 所以他们哇吓到 结果我在这边又骂又怒 是我在自己在犯罪 结果你知道 像小孩子 你以为教小孩用骂的可以好吗 结果不是 你说 你们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对不对 讲他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这样 结果小孩以后 比如说你说 刷过牙不能再吃糖 跟你讲过多少次 不可以再吃糖 对不对 可是他记得的不是 刷过牙以后不可以再吃糖 他记得的是 你可以用这种方法骂人 真的 他不会记得说 刷过牙以后不可以再吃糖 他会记得 下次你就看他 一个大年的小姐姐 就对那小弟弟说 你怎么可以这样 你怎么可以这样 他把妈妈套全部学过去了 对不对 他就用这种方法骂弟弟 他学到的是什么 是那种骂人 是那种怒气 动怒 发怒 他没有学到 刷过牙以后不可以再吃糖 他学到的是动怒 所以我们说 为什么你说不要多人做师傅 第一个是你要受审判 第二其实真的 我们常常觉得说 我们把神的话 我们转口讲出来 教你们 那就可以当师傅 其实不是 其实 作为一个师傅的 深教要重于言教 真的 你的表达方式 你随时发怒 事实上你在前面一平一笑 都可以被人家学走 如果说你自己做得不好的时候 他学到的不是说 你口中讲述那些圣经的话 他可能看到说 你这个人是这样讲圣经的话 但是你自己作为是另外一回事 所以我们也可以一边讲 讲一回事 我们另外做一套 我可以讲一套做一套 因为我的老师就这样教我的 因为我牧师就这样教我的 对不对 是这样子没错吧 我牧师可以这样教我 我到下一章还要再讲一个例子 但是在这里不讲 有的时候我们从牧者身上看到的 往往是非常要我们半叠 如果牧者自己做得不好的话呢 那么给下面听的听众所带来的坏处是更大 所以这为什么说做师父的要受更重的审判 就是这样 有没有问题 大家都问问题啊 不要我一个人讲 我这是查经班的 这不是这个 这不是讲到 我知道你们想让我多讲一点 但是我想让你们多问一点问题 好了 所以 没有问题啊 真的没有问题啊 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误会 和淫于的邪恶 从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装的道 有人把神的道讲 喘述出来 其实不是讲述出来 神的道呢 就在那里 神自己启示了 神给我们 我们人如果有中约 说像我们做师父的 我们也是转述出来 我听到我把他转出来 但是 因为我转述 我要转述的正确 我自己不要做坏榜样 这很多事情 神对一个做师父的有更多的审判 所以你不要看 做师父的好像很威风在那边一直讲 其实这个对你知道吗 你们来就是 我美国时间七点 七点零一分零二分才来 我可是不到五点我就在想我应该怎么讲 我在祷告了 希望今天不要讲的太差 不要误了你们 所以做师父的压力是大的 可是呢 我们就是转述 其实应该放下来 其实我所怎么讲 我表现的好或坏 不能真正的 就说直接进入你们心里 但是这些事情 我把它转出来以后 真的是靠圣灵做工 圣灵要把这些 我们把这个道讲出来 圣灵会在里面负责这个种子的生长 我们只能把话讲出来 你们听了 你们听了做不做 真的还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我只是说 我们把它正确的讲出来 不要加添我们自己的东西 不能加添自己的东西 但是 那个雅客在这里要告诉我们说 你们在领受道 神的道的时候 要有一个态度 什么态度呢 就是二十一节 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淫于的邪恶 淫于的邪恶 我去看了以后 其实就跟有些是 那个利润 人呢 人其实我们在地上 我们很喜欢 对自己有好处 不管是金钱上 不管是这个 其实大部分讲是金钱上 我们希望能够从别人那边得好处 甚至希望神赐福 基督徒基督徒 我们在地上当基督徒 你说我们到底是 怎么讲呢 我们要 我们求的是什么 我们问基督徒 比如说我们今天问大家 如果大家开口说话的话 我们大家求什么 我们求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 对不对 大家就讲 对 可是呢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非常好玩的这个答案 他怎么说呢 他去问说 财主跟拉萨路 你知道财主跟拉萨路 拉萨路是很穷一个药犯 死在那财主的门口 然后可是呢 在死了以后呢 拉萨路被放到亚伯拉罕的怀里 财主呢 在那边受火烧的煎熬 然后就有个牧师问大家说 你若是给你们选 你们要当财主还是拉萨路 结果你知道那会众怎么回答 他真的大家都没想到 有个会众会说 我们能不能在死的时候 以后是像拉萨路那样 但是活的时候当财主 但是这个答案其实是一个诚实的答案 我告诉你们 大家都是这样子 大家都希望说 我们在死了以后 我们有拉萨路的待遇 我们不要被这个 被这个 惩罚 可是我们希望我们活的时候 我们过拉萨路 过财主的生活 我不要做一个满身四川 被狗舔 还要讨饭的一个 那个叫花子 我不要 虽然我们是基督徒 没有人想要去做那种 大家想说 我在能不能在活的时候 做财主 死了以后 向拉萨路 大家都这样想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当财主有很多坏处 当财主 一个人当财主 有很多的问题在 你怎么致富的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钱 因为你 你对员工 你能省则省 要不然你 一个老板太大方的话 可能他会富有 但是可能不会成为大富 巨富 比如我是一个人 一个御工 对不对 如果说我是一个好像好心的御工 我有一个公寓 20个单位 每个 每个租户来说 哎呀我们家这个冷气不冷 我们家暖气不暖 我们家什么 然后你就大手大脚的花钱 帮他们改善生活 但租金都不调涨的话 你赚不了大钱 但是说真的 一个问题在这里 雅各就告诉我们说 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跟淫余的邪恶 就是特别贪财的邪恶 贪财是一个要很 要很要能够对付的地方 你们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圣徒的体统 有三件事情 圣徒体统有三件事要做 第一个就是那种污秽 淫乱的事情不可以做 还有其中就是一个贪婪 你不要贪婪 这是不符合圣徒的体统 那这里雅各就告诉我们说 如果你是一个污秽的人 如果你是淫荡污秽的人 或是你是一个贪婪的人 那么他叫我们脱去 那么你在领受灾中的道的时候 就好像很不容易领受 事实上也是如此 我们今天有人讲说 把这个信耶稣信基督教讲的 非常非常简单 反正你来信就对了 可是呢 在所有的新约书卷里面 除了讲这个 阴性称义这个道理之外 道理 这个理论之外 不管是保罗 不管是雅各 不管是彼得 都告诉我们很多事情 比如说像这里 你们要脱去一切污秽跟淫余的邪恶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是污秽 有淫于这种有贪恋 然后你就真的不容易领受神的道 你记得主耶稣讲吗 那个道像种子撒在路边 有的时候土浅长不出来 有的时候它长出芽了 结果遇到什么 荆棘把它夹住了 它也长不出来 荆棘就像 如果你是一种 一个地是充满了各种 有人倒机油 有人倒农药 下去的话 你这个地也不容易发芽 还有你上面布满了荆棘 那些世俗的那些邪恶 那些东西的话 你一天到晚再挂念这个的话 这个道也不容易长出来 这个道因为不是我们自己发明的 你不能跟我说 我看保罗说因信称义 我们只要信就够了 No 保罗也叫我们要除去这些污秽 就是事实上圣徒的体统 是保罗所说出来 他叫我们不要行污秽 坚淫污秽跟贪婪的事情 为什么 因为圣徒的体统 你超过这个 你行了这些 你就不能算是圣徒了 你就到能不能在我们心里头长 是一个问题 而这个道后面 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 所以基督徒是真的说 我们只要来信 来好像敬拜就好了吗 不是 神赐道给我们 神原谅我们的罪 耶稣基督流宝血 洗净我们的罪 让我们今天能够在神的面前 我们能够领受神的道 我们这个道要在我们生命当中 要生长 要生长 如果说今天我们只是领受 然后在教会里 我们领受 我要给我 然后好像说 我死后要像拉撒路一样 然后一出教会 哎呀 我在世上我要做富翁啊 我要能够发财啊 一天到晚就想说 怎么样在股票上赚钱啊 怎么样在老板那边谋求生殖啊 这个太多的话 这个太多的话 确实就 你的道不容易在你心中发芽 生长 它叫我们纯温柔的心 就是说我们要愿意被改变 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到一个道 这我真的看太多了 基督徒里面太多这种 我们领受了一个道 然后跟我们所要的是相反的 我们就反对那个道 或者说我们虽然听了 但是我们行的时候是完全另外一回事 有没有 有没有很多我们时候 真的我们听到都是叫做 英文叫做cherry pig 就是我要这个我要那个 我只拿我要的 然后我不要的呢 对我没有关系 但是我做了 我一天到晚 我常常敬拜主啊 我常常敬拜主啊 我常常这个赞美主啊 我常常怎样怎样啊 对不对 你讲的都是你做的 因为你喜欢那样子 你做了 可是主要我们做 放掉我们 放下那些误会 放下那些害人的事情 放下那些贪财的事情 如果我们都没有做 那你觉得这道能够在我们心里 能够在我们生命中生长 能够救我们的灵魂吗 行吗 我告诉你 这个真的是 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问号 我们不要觉得这些一定都行 一定都是我们 因为我们只因为我们进了教会 我们信了耶稣 我们受了洗 那这些都应该是我们的 没有应该啊 你信了耶稣 你要拿耶稣当你的主 不是 不是什么 不是耶稣做你的仆人 不是的 然后我今天跳一下 我们先跳到26节最后这里 因为其他这边一开始是讲说 我们要快快的听 慢慢的说 慢慢的动怒 对不对 26节讲什么呢 若有人自以为虔诚 却不勒住他的舌头 反欺哄自己的心 这人的虔诚是虚的 是虚的 是假的 看得到吗 26节这里 这是一个在基督徒当中很严重很严重的问题 大家用自己以为的方法去爱主 其实呢 是希望从主那边得到各样的好处 我最近听到一个笑话 这个大概是疫情开始以后才能听得到的笑话 就是有一个传道人在家里 跟就带领一个茶经办 对不起 讲错 祷告会 祷告会 祷告会后他就开始 就大家弟兄姐妹祷告 对不对 然后最后阿曼就散了 结果他那时 那个不到三岁还是四岁的儿子就走过来问 就说 爸爸 刚才那个阿姨好凶啊 不会啊 我们在祷告啊 小阿姨你说什么呢 因为那个孩子他们虽然是传到人家的 可是孩子上教会的时候是讲英文的 他们家自己家里是讲中文的 可是他的小孩去教会是参加英文 就是那个 这叫什么 就是托儿班的 叫什么班啊 幼儿子的班 反正就讲英文 他 所以呢 可是说 爸爸刚才那个阿姨好凶啊 怎么会呢 我刚才听他说 他一直骂一个叫主耶稣的人 他说 那个阿姨刚刚祷告什么 主耶稣啊 你要怎样怎样怎样 你要清除世界上所有的黑暗啊 主耶稣啊 你要彰显公义啊 你要怎样怎样 这个小孩就听到这个事情 他就觉得那个阿姨是在骂这个叫主耶稣的人 祷告啊 是祷告没错啊 可是你的我们的祷告到底是怎么样的祷告呢 你祷告就是 主啊你要怎样 主啊这个弟兄有病 主啊你一定要治好他 这样 是不是 我们有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自己祷告 我们是虔诚的吗 我们是真的是虔诚 这样祷告很激动很大声的 把我们热情表达出来的 好像是为弟兄好的 为社会世界有光明 不要有黑暗 对不对 要主持正义 然后有人说 啊这是投票 拜登 川普 有人因为支持川普 然后看 就说拜登一定是作弊的 这种都有 那这种祷告 你说是 是虔诚的呢 还是 要主听我们的意见 要主听我们的话 所以啊 各位弟兄姐妹 其实 我的Siri 我的Siri听到我的话就在 大概讲话太大声 但是真的是这样 是不是 弟兄姐妹们 我们 我们是虔诚的吗 虔诚 你如果真的信 耶稣基督为主的话 那祂是我们的主 甚至我们要怎么样的祷告呢 我们要求神 告诉我们 求神希望我们能够按照 主的心意来祷告 而不是说我们能够 凭祷告 我们能够叫主做这个 叫主做那个 这些事情 在雅各课书以后 你看来看去 我们就知道 真的是这样 我们在教会中 有没有这些问题 有 很多 而且很严重 基督徒充满了这样的 教会里充满了这样的基督徒 很多 而 而现在说真的 传道人为了留住 好像我们看这个信徒 像customer一样 因为他们来奉献 对不对 来奉献 都希望人越多越好 不敢得罪任何一个人 也不敢去指证别人 这真的是 说真的是很可惜的事情 很多 就是我们 我们在教会里 有的时候我们祷告 就是说 我们祷告没有 没有千层 而把这个主当作我们的工具 哪一个牧师敢就 就指出来说 你们以后不要这样祷告 没有 甚至连讲都不讲 就这样过去 而这些东西 跟圣经理的教导是相反 往往是相反 圣经理都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怎么做 所以 回到21节 所以你们要脱去 一切污秽和淫欲的邪恶 是邪恶 纯温柔的心 领受那所栽种的道 而且这个道 就是这个道 能够救你们灵魂的道 那 今天我在写的时候 我在写这个 写书写到十都心传第八章 你知道我有写文章 但你们现在还不知道 你们现在在看路加福音 但是我在写到 已经写到十都心传第八章 十都心传第八章 是讲到什么地方呢 是讲到耶路撒冷被迫害了 所以就有人释散 有一个教会中的执事叫 菲利 这个我们当然知道传福音的菲利 他到了撒玛利亚地区传福音 结果传福音很有果效 因为他在那边 哇 行出神迹 然后又医病又赶鬼 行很多神迹 然后这个事情 就是传到 传回到耶路撒冷 告诉那些使徒来讲 可能或者是菲利自己写的信 向教会的使徒报告 我在这个撒玛利亚地传福音的结果 可是呢 这个使徒会议一听 不行 他们打发 原文是打发 这个彼得跟约翰赶快到他那里去 为什么 因为 因为那个这些信徒没有圣灵 这些新信的人没有圣灵 我给你们看一下你的经文 使徒们在耶路撒冷 听见撒玛利亚领受神的道 就打发彼得约翰往他们那里去 两个人到那里去 就为他们祷告 要他们受圣灵 因为圣灵还没有降在他们一个人的身上 他们只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受了洗 于是使徒按手在他们头上 他们就受了圣灵 这个话什么意思呢 这个话就是说 使徒会议是十二个使徒这样开会 对不对 他们一致认为 不行 这些人没有圣灵 所以你 彼得约翰你们赶快去 让他们受圣灵 否则他们没有圣灵 我们今天在讲 但今天我们教会的希望 所有信人相信 你们只要听得到 明白耶稣基督 奉父子圣灵人受洗 那你们就有圣灵 你们就有永生 我们是习惯上是把这个东西 一路上包装成这样 就给你们 我们大家这样受了 好没事 你们大家都有永生 其实 今天这里怎么讲呢 这个道能救你们的灵魂 不是洗礼能救你们灵魂 圣灵在你们心中 然后我们听得到 这个道成长了以后 我们真的是 纯温柔的心领受那所 中的圣灵 中的道 圣灵让这个道成长 成长起来就结出我们生命的果子 这个是能救我们灵魂 而不是说 仅仅是受了洗就得救了 是受洗得救 受洗得救 这句话 我们讲了很多 耳朵都快听破了 可是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说法 这真的是一个简单的说法 像人家讲 信耶稣得永生 信耶稣得永生 真的那么简单吗 没有 没有那么简单 不是那么简单 我想到一个笑话 我刚刚写的时间听到 然后听完道以后 最后大都走 他留下来 说我要信耶稣 哎呀这个牧师听得太高兴了 来我们信耶稣 太好太好 信耶稣 然后他也就给他受洗 受洗完以后 他起来以后 老先生好了 我们洗完了 下礼拜再见 他说等一下 等一下 为什么 我的水牛在哪里 水牛在哪里 为什么水牛呢 你看那个永生 那个字 永 永是不是像个水 永生的生 如果下面那一行 没有印好 或者刚好被裁掉的话 是不是像个牛 这个老同夫 因为他水牛死了 他刚好又拿到这个传单 传单又没有印好 永生的生 下面那行不见了 他就看到 信耶稣得永 永看起来有水 水牛 信耶稣得水牛 那我一定要去 我要受洗 我要信耶稣 我要拿水牛 他就跑去教会说 我的水牛在哪里 你要跟他解释半天 你们这个传单骗 你看我这张 明明写了信耶稣得水牛 我们的永生 是不是像这个传单上 写的这种东西一样 就是说真话 我们说信耶稣得永生 就是一张 一句传道上的话 传单上的话 一个slogan 真正你们要怎么得救 灵魂要怎么得救 你要看圣经 看神自己的启示 你要看耶稣基督所讲的话 或者甚至像 不管是使徒彼得 雅各 约翰他们这些人 保罗所写的东西 他们告诉我们 真正得救的道 是在这里面 是在细节里面 而不是一个 你不要去相信一个 这个传单上的slogan slogan不能让你们得救 因为神说的话 他真的是算数的 他既然说了 我们事后有一些传道人 为了效果 把它做成slogan 我们那些传道人自己做的 也不是主耶稣讲的话 不是保罗彼得 约翰 雅各他们所讲的话 这里很清清楚楚告诉我们说 我们要去除那些污秽 给淫于的邪恶 因为那些东西 不是说你完全不能有 而说我们人 说真的我们都不能贪财 不能去炒股票 不能那个太不现实 但是你这些东西 你会强大到一个什么程度 会不会阻挡你的道 生出来的那个小苗子 你的荆棘 你的杂草 如果太严重 你的道真的生不出来 你把这些东西清掉了 少一点 你这个道能够长出来 让这个道能够强壮 能够抵抗这个荆棘 它会长成大树 它会结出果子 它会让你的灵魂得救 就是道 不是别的 是道 所以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自己欺哄自己 后面这句话 因为那听道而不行道 就像人对的镜子 看本来的面目 看见走后 随即忘了自己的相貌 这个是雅各的例子 他的哥哥耶稣也讲过个例子 他讲什么例子呢 凡听了我的道就行了 好像一个聪明的人 他把那个房屋盖在什么上面 磐石上面 你听了我的道又不去行的 你就好像盖房子 像个愚笨的人 把房子盖在沙土上面 是你的房子 样子 结构都做出来了 你也花了功夫了 你也去了教会了 你也奉献了 你这些事你该做的都错了 你把样子表面工程都做得很清楚 很棒 可是你没有根基 是在一个沙土上 沙土上 如果碰到风吹 水打 雨打 沙土一流失 你的房子就坍塌 坍得很大 这个话是说什么呢 这是主自己说的 你听了我的道 很好 我也是愿意赐生命给你们的 所以我把道讲给你们听 你们听了道以后 如果没有去做 你的房子就建在沙土上 有样子 有装潢 有什么都有 但是没有根基 碰到什么事情 这房子就散了 就是马上裂 一啪 就整个就散掉了 所以主也说 我们要不要行道 我们就应该要行道 雅各在这里说 他就告诉我们学信说 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那是什么 你如果只听道不行道 就是在欺哄自己 你骗你自己 今天基督徒的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这是一个 整个族群在那边自欺欺人 说的很严重 也就是这样 我们就在欺哄自己 我们都觉得说 我们今天来了 我们信耶稣了 那我们得救了 我们已经借着这个 什么都就得救了 可是雅各就告诉你 你在自欺 耶稣告诉你 你的房子是建在沙土上 你们相不相信 你可以不相信雅各 可是你怎么解释 马太福音第七章 主所讲的话呢 是不是 听得到不行道的 这是主自己说的话 所以啊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想要出来 这时候想出来辩论一下 那我也不敢跟你们辩论 因为我知道你们当中 有些人口才比我还厉害很多 我也不敢才辩论 所以我现在把主的话 就搬出来放在这里 这是主自己说的 那你们要辩论的话呢 可以你找 我把耶稣找来 跟你们辩论 真的是这样 你们任何读圣经的人 只要真正去读的话 你就知道这就是这样 不是只有雅各书自己讲讲而已 是雅各他不是使徒 他只是耶稣的弟弟而已 对不对 他不是那个被杀的使徒雅各 虽然这个耶稣的弟弟雅各 后来也被杀害 但是那个雅各是很早就被 被西利王给杀死了 这个他不是使徒 从来不是 但是你知道雅各在当时 耶路撒冷的那个会众里面 心目中的地位多重要 他是教会的注释 跟彼得一样是教会的注释 是教会里有名望的 讲的就是他 他写的书也不多 不像保罗写很多很多 他就写这个 但是他这里每个字 每个句子都很斟酌 很坑腔 告诉你们 你们要行道 不要单单听道 要不然你们就像是人照镜子 看了 哎呀我很漂亮 走了 哎 你刚才你的礼带打什么颜色 你记得吗 我忘记 我再看看 哦 火灵带生蓝色的 哎怎么样 你头发上我的东西 我刚刚怎么没看到 再去看看 我们照镜子真的就像这样 我们听到 我们常常的教会也听到 也是这样 听到片段的 看到我们要看 然后就 这事就放弃了 唯有 25节 唯有详细查看那全备 使人自由之律法 并且要时常如此 不是只有查看而已 要时常的想起来 想起来 这人不是听了就忘 乃是实在的行出来 就在他所行的事上 必然得福 所以 我们因为圣经太广 我们常常 我们今天听了这个 听了这个 后来就忘了前面讲 听了那个 就忘记今天讲 可是如果你今天 你听个道 你把 你即使不要谈多 你一两件事 你把它做出来 那个做出来 就是真正是你的 不是 不是说这种 过去 过眼淫愿 就忘记了 没有 听了 行 行出来 在那世上 你就必然得福 要实在地行出来 因为你当你行出来的时候 那个道就有根 有根有机地栽在你的心里 栽在你的心里 是有根基的 有根基的房子 不怕风吹 不怕雨打 不怕水冲 它不会倒 因为你 当你开始做出来 也许是 做出来难不难 很难 耶稣基督给我们的要求 耶稣基督告诉我们的道 我们常常听了 就觉得很难的 行善 左手行的善 不要让右手知道 容易吗 我们常常行一个善 我们到处去讲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我告诉你 我今天做了什么事 哎呀 好得意啊 你看 行了 然后行了以后 你周济穷人 可是你现在右手行的 左手 不但左手 全世界都知道了 这个就是 所以说真的 我们要真的要 pay attention在主所讲的话 主所讲的话 很重要 不但很重要 而且真的是让我们得救的 如果我们 如果说我们听得到 不去行的话 这是自己欺哄自己 你可以找出一大堆的理由 是支持我 不需要 不需要做 不需要行善 不需要什么 我们常常会找出 为自己找出很多理由 我们是因性称义的 所以我们不需要 要不要周济穷人 不需要 可是我跟你讲 如果一个做一个基督徒 你做基督徒这一辈子 都没有周济穷人 那你大概就是所谓这个 自己欺哄自己的基督徒 因为你只要有一点能力 你看到别人在挨饿 你看到少一件衣服 你有两件衣服 你会分一件给他 这个是真正基督徒 会做出来的 你看到别人在挨饿 你有很多吃的 你会分给他 你不会说是一个 作为一个 让人家忍饥挨饿 我们第二章很快 就会讲到这些事情 好 那我想停一下 问大家有没有问题 老师 我想请问一下 第25节 他那里有讲到说 使人自由之律法 他指的是什么 那跟我马书里面讲的律法 是同样的东西 太好了 真的 我就忘记讲这个事情 他讲的就是 就是摩西的律法 雅各是 真的是一个律法派的 OK 但是呢 这个律法是真的使人自由 我比如说怎么讲 你说看十戒 十戒说不可杀人 不可偷盗 不可奸淫 不可这个 不可叹人家财务 不可作假 见家害人 这都是不可 不可 不可 这好像很不自由 对不对 可是你知道 这实在是使我们自由律法 因为如果今天没有这个 不可杀人律法 你出去 任何人杀了你 都无罪 因为没有 假如说这个世界上 就没有这个律法 你知道这个摩西律法 影响到 我们后世 所有整个世界的律法 所以整个世界律法 包括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以这样 不可做假见证 这都是从摩西律法 影响来的 然后 我们世界上的法律 就是根据这些 慢慢衍生出来 这个影响到全世界 但如果说一开始就没有 不可杀人 那出去 你不小心杀人 你没罪 但是我问你 别人杀你 他也没罪 所以你记得台湾的时候 有一个叫郑洁的 在捷运上杀人 对不对 美国有什么枪手 神经病在墨里 就是shooting 如果这些人都没罪的话 我请问你 你敢不敢去搭捷运 你敢不敢去逛街 你是不是出门 你都得想说 我钢盔带了没 我防弹背心穿了没 你有自由吗 没有对不对 你今天能够说赶上捷运 说我知道 我会有人在这边杀人 因为杀人是有罪的 对吧 还有说你如果说 邻居要觊予我的妻子 这是律法所禁止 这才好 这样我出门的时候 我不用把老婆守在家里 我觉得我只要出门半小时 我想说我们隔壁老王 会不会翻墙过来 你就没有这个自由了 今天有这个律法 是对我们有好处 所以这个律法 就是使人自由的律法 真的 我们的神所赐给我们律法 其实他的本意 是让我们得自由 让我们每个人有安全 即使你今天不问 其实我下个礼拜还会再讲 这就是律法 律法对我们是有益的 但是事实上 你今天我们能不能靠行律法 我们把律法守一条一条的手 守到最后 我就可以诚意 神的应许说 你如果把律法全部守全了 你可以诚意 但是没有人做得到 没有人做得到 没有人做得到的情况下 犹太人又太去强调 我们就一条一条的手 把一条的手 如果这条做不到 我们把它补起来 那条做不到 用各种方法去补 最后还是受不到 所以律法它有问题 不在于说 它的本身是坏的 律法就是使我们自由的 使我们免于被杀害的自由 使我们免于被偷盗的自由 使我们免于被强迫的自由 或者被人家做假正正的陷害者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出去 如果说 比如说你撞车 然后他马上拉了他的邻居 都来做假正正 说是你闯红灯 其实是对方闯红灯 如果说 神没有一个律法放在你中间 你真的已经出去 人车都不敢开了 你一定要装了 行车记录器 才敢开车 对不对 所以律法真的是 其实对我们有帮助 神把这些善恶的心 放到人的心里 是让我们得自由 而且我们要去看看 常常去看这些律法 神所赐律法是不是对的 我们是不是真的是 我们是against他呢 还是说做到 还是说差多少 今天我们在恩典里面 就是说我们就算没做到 我们还有宿罪 还有补偿的机会 所以这还是雅各所讲的律法 那就是对不起 就是那个摩西的律法 而且要把律法行出来 我们如何把律法行出来呢 凭我们用手的 我们行不出来 事实上唯一能够把律法 行出来的方法 是我们在圣灵里面重生 当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的时候 这个人有神的形象 有这个公理的仁义和圣洁的 我们有这样的身份的时候 我们有这样的形象 我们这样生命的时候 那我们就把律法行得出来 这是唯一可以把律法行出来的方法 就在所行的事上得到全然得福 不知道这个解释你的问题没有 好了那这样的话 有谢谢 好谢谢 我们下礼拜还要再从这边再往下讲 那我们今天因为过了55分 都58分了 对不起 我们今天就到这边结束 希望有问题 下礼拜我们一开始就问 然后你就早点讲出来 那我们这边做个结束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们真的感谢赞美你 你的话语帮助我们 主啊 感谢你使用你的仆人 虽然是无用的工人 但是把这话语今天讲出来 主啊 愿这话语进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的心 主啊 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让他们都在这话语上能够蒙福 主啊 这话语能够帮助他们的生命 这道在他们心中能够长出美好的果子出来 主啊 我们把这些一切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中 祷告感谢 来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 好 下周再见了 有点迟了我这边 我下面 晚安 拜拜 晚安 谢谢 至于 OK